在对待海盗或者说海上贸易这件事上 英国和大明有明显的区别 英国是海权国家 扶持海上贸易 鼓励民间力量出海创业 大明是陆权国家 希望关紧大门过自己小日子 把老百姓摁在土地上 最好几代人都不动地方 中国和西方渐行渐远 这个时候已经有了端倪 最近红海航道碰上大麻烦了 胡塞武装站在岸边往海里扔炸弹 说是要攻击以色列商船 各大航运公司怕被误伤 纷纷宣布停运 红海航道陷入半瘫痪 大家都说胡塞武装是海盗 不过人家不抢劫不绑票 只干活不拿工资 看起来还不太像 那么问题来了 啥是海盗 胡塞武装跟他们有啥区别 最早成规模的海盗 可能就是维京人了 维京这个名字 现在提起来波澜不惊 实际在中世纪 维京人就是欧洲大陆的噩梦 这些人是职业流氓 主要工作就是打结 而且跟一般的武装抢劫团伙不同 维京人组织能力极强 陆战海战都很精通 作为职业强盗 他们一直都是欧洲人的噩梦 后来为啥消失了呢 跟他们的前辈日尔曼人一样 被南边更高级的文明同化了 比如瓦梁阁人 他们沿内陆南下 跟东斯拉夫人融合 建立基辅罗斯公国 也就是后来俄罗斯的前身 还有跟日尔曼人深度融合的诺曼人 从海陆南下 登陆法国后就不走了 混了体制边 一度把英法两个大国压得抬不起头来 所以严格来说 维京人其实有点像咱们国家北方的游牧民族 收成不好的时候就南下打草谷 祸害南边的农耕文明 但是长期看 还是会被农耕文明同化 只不过这帮人一般都是从海上坐船过来 所以把他们叫海盗 其实主要攻击目标在陆地 跟后来那些专注商船的海盗还不太一样 真正意义上的海盗 也就是电影加勒比海盗 捷克船长那种造型和风格的 要等到大航海时代了 最早吃上大航海红利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 奥斯曼帝国崛起后 堵死了连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 但是贸易不能停 地处欧洲最西端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肩负起替大家探路的责任 在官方支持下 一批批的亡命图驾船驶向茫茫大海 葡萄牙比较保守 带着了干两顺着非洲西海岸一直南下 打通了新航线 也就是绕过非洲好望角 经印度洋到达东亚 西班牙资助的哥伦布特立独行 坚信地球是圆的 联络了一帮志同道合的穷哥们 一头扎进茫茫大西洋 意外发现了美洲 本来是刨红薯 没想到一锄都下去 挖出了金元宝 西班牙人喜出望外 赶紧在美洲圈了地 用枪逼着印第安人挖矿 然后大船载着金银运回本土 过上了土豪般的幸福生活 等英法跟过来的时候 美洲的好地方都已经插上了西班牙国旗 他俩只能向北发展 北美洲在当年可是苦寒之地 殖民者顶着印第安人的洗澡 一出头一出头开荒 别提多辛苦了 作为欧洲传统列强 你说这英法心里能舒服吗 大家同根同远 凭啥你来得早就能吃香喝辣 我们来晚就只能啃骨头 于是这俩货就暗戳戳地 指使民间商船武装起来 打劫西班牙运输金银的商船 这就是最开始的海盗 这可是一本万里的买卖 相当于抢劫运钞车 干一票可以躺着吃一辈子那种 无数亡命徒潜伏后继投入海盗事业 最狠的是英国 伊丽莎白女王把抢劫合法化 给大家发执照 也就是那个著名的撕掠许可证 女王甚至自己都入股海盗集团 每次海盗打劫回来 那就跟过年一样 大家欢聚一堂分赃 对 海盗集团也搞股份制 大家都知道 最早的股份公司诞生在荷兰 就是因为荷兰主营海上贸易 属于高风险高收益产业 十艘船出去 能有五艘回来就不错了 所以要分散风险 大家一起凑份子 每个人出一小部分 亏了不至于伤筋动骨 万一有一艘船压重 这一年就吃喝不愁了 海盗本质上也是同类产业 您可能觉得杀人越货不道德 但是对于英国人来说 根本不是问题 你西班牙说到底 不也是抢了印第安人的财富 我抢你属于黑车黑 一点心理负担没有 所以老百姓积极参与 而且大家出海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挣钱 所以海盗们有时候 也兼职做贸易 比如英国历史上 著名的德雷克 最开始就是三角贸易商人 被西班牙人坑了一把后 果断加入皇家海盗队伍 在抢劫行动中 不断磨练战争技能 后来成功上岸 变身英国海军中将 女王还给颁发了 终身成就奖 走上人生巅峰 事实上 这也是大部分海盗的归宿 完成历史使命后 被编入正规军 组成了英国海军的主要班地 这也是为啥海盗最后消失了 英国夺取世界霸权后 打伏了所有不听话的海上力量 重新构建了贸易体系 给大家都安排了新工作 黑社会变警察 曾经的海盗 反倒成了秩序的维护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 民间武装商船 成就了英国的海洋霸主地位 同时期的咱们国家在干啥呢 1559年 大明王朝处死了一门心思想进体制内的海盗头子汪直 明朝不是搞海禁吗 民间片板不得下海 所有海外交流都得通过官方渠道 那时候贸易不叫贸易 有个学名叫朝贡 听名字就知道 基本就是过年走亲戚 提点礼物这种规模的 根本满足不了正常贸易需求 1523年还发生了争贡事件 两拨日本人因为朝贡许可证打了起来 大明地方官处理不当 有一拨日本人小宇宙爆发 干掉同伙后一路连杀带抢 居然还跑回了日本 朝廷觉得丢了面子 干脆连走亲戚也禁止了 但是日本人和东南沿海的老百姓 都有贸易的需求 买卖就偷摸搞起来了 当时的日本军阀林立 中国这边又是民间非法组织 所以一开始没啥秩序 大家一边做生意 一边碰上合适的机会就强 这个阶段大家都是海盗 但是没有秩序 收益就不能最大化 所以汪直站出来 打服不听话的海盗 定了规矩 构建了海上贸易王国 整体上经营得很不错 地下贸易有条不紊 大家都有的赚 打打杀杀的事也少了很多 唯一不爽的是明朝政府 在他们眼里 汪直就是法外狂徒 虽然这个海盗 对明政府没什么伤害 甚至有它在老百姓 还能过得好点 但是对于封建王朝来说 事儿干得好不好倒在其次 关键要听话 你不听指挥 打了胜仗也得处分 所以1559年 汪直被诱布 等他死后 东南就陷入窝寇泛滥的局面 咱们课本上说 奇迹光抗窝 其实主要战役都发生在 汪直被杀以后 属于朝廷处置 不当留下的祸根 说到这儿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在对待海盗 或者说海上贸易这件事上 英国和大明有明显的区别 英国是海权国家 扶持海上贸易 鼓励民间力量出海创业 大明是陆权国家 希望关键大门过自己小日子 把老百姓摁在土地上 最好几代人都不动地方 中国和西方渐行渐远 这个时候已经有了端倪 事实上 当时中国的海上力量并不弱 倒退600年 郑和的舰队 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 即使明朝后期海禁 官方烧了郑和的航海图 彻底退出海洋 民间的海洋力量依然强大 包括咱们前面提到的汪直 还有晚清的郑之龙 雄霸东南亚 荷兰人来了都要退让三分 后来生生被封建王朝绞杀了 到1840年 被列强轰开国门的时候 大清几乎没有海上力量 被人按在地下摩擦 朝廷自己不发展 还不让民间发展 彻底把海洋拱手让人 你说这能怪谁呢 英国主导海上贸易后 海盗基本销声匿迹 两次世界大战后 世界霸权转到大侄子美国手里 秩序一旧 大家按部就班做贸易就能挣钱 海上航线基本在美国警察手里 海盗也没什么生存空间 海盗再次进入大家视野 就是索马里了 索马里这个地方早先属于穷乡僻壤 当然了 现在也是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 大船可以直接从地中海经红海进入印度洋 比绕到好旺角的传统欧亚海运路线缩短8000公里 作为这条航线上的重要国家 索马里的地位一下子提升了好几个段位 有点像政府修了条路正好路过你们家门口 门口摆摊卖方便面就能养活一家人 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 不过这索马里的毛病是散装 殖民的时候就是法国意大利英国各站一块 好不容易有个强人捏在一起 结果1991年苏联解体 失去靠山的索马里迅速裂成好几块 国内乱成一团 美国警察本来还想管一管 结果刚露头就挨了大批兜 索性撂挑子不干了 电影《黑鹰坠落》讲的就是这个事 欧美国家也趁火打劫 纷纷跑到索马里海域偷摸捕鱼 还搞劫则而鱼 一往下去大鱼小鱼一块捞走 根本不考虑什么可持续发展 个别缺德的还在索马里海域倾倒工业废水 这可就苦了索马里渔民 咋办呢 找政府肯定不行 大家各自为战 到处都是政府 你找哪一个 真有军阀想出头 那还得看国际社会认不认 你谁啊 争得其他军阀同意了吗 说话算数不 有没有合法身份 啥都没有 谈个毛线啊 唯一的办法也只能是自救了 渔民们一手渔网一手AK 没事就捕鱼 看到国外渔船就鸣枪驱赶 对索马里海盗最早就是渔民 事实上后来主要也是渔民 因为政府不给自己出头 只能坚持当起了海警 不过后来这事就变味了 驱赶行为升级 先是渔民登上对方渔船索要赔偿 后来发展成扣押渔船后索要赎金 再后来就是打劫商船 到此为止 渔民也就变成海盗了 甚至仿效荷兰人搞起了股份制 出海之前大家一起凑份子 入股方式也是花样百出 标配是美元和AK 海盗船和RPG算是高级货 回来可以多分点 这事大家也不用惊讶 我之前说了 大航海时代大家凑钱 入股海盗是常态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索马里穷哥们也是致敬前辈 有了融资渠道 海盗的买卖也越做越大 高光时刻就是劫持乌克兰军火船 和沙特的超级大游轮 2008年9月 乌克兰货船费纳号 途经索马里海域 上面载有33辆俄制T-72型主战坦克 以及榴弹发射器等武器装备 随船还有20名来自各国的船员 就是这么一艘军火船 装着坦克唱着歌 突然就被海盗给劫了 海盗们开出了高达2000万美元的赎金 可谓是轰动世界 费纳号被截两个月后 沙特巨型游轮天狼星号 也在航行途中被劫持 有小伙伴可能会有疑问 看海盗配置也就是个小毛贼的水平 怎么就能干出这么大的事呢 就没人管得了 这就涉及管辖权的问题了 海盗一般都在索马里海域作案 按理说这事得索马里政府处理 但是我前面说了 索马里已经碎成一地 临时政府根本没法约束手底下这帮亡命徒 别的国家开军舰过去行吗 肯定不行啊 军舰进领海 那就相当于是入侵了 本身就不合法 更何况这些海盗大部分都是渔民 碰上硬茬 人家把枪往海里一扔 你敢开枪就是在人家地盘攻击人家的渔民 放到哪都说不过去 那商船绕过去行不行呢 也不行 大家看地图就知道 亚丁湾非常狭窄 大船通过基本上绕不开索马里海域 军舰又不能跟过去 只能是眼睁睁看着海盗欺负商船 有点像小孩每天趴在院下 用弹弓攻击路过的车辆 理论上来说 你只能找他们家大人理论 如果大人管不了熊孩子 那就麻烦了 你总不能冲进院子里替人家教训孩子吧 那成啥了 大家能看出来吗 索马里海盗的特点就是家门口作战 有主场优势 还有领海这个护身符 打不得骂不得 只能祈祷别碰到他们 那后来咋消失的呢 也不复杂 一手大棒 一手胡萝卜 红海太重要了 五大善人都不能容许贸易航线被破坏 所以2008年联合国连续通过两项决议 授权各国军舰可以进入索马里领海 打击海盗 当然了 实际执行过程中 大家还是小心翼翼 主要还是驱离为主 比如大家都看过中国军舰驱赶海盗的视频 不少人纳闷 为啥不直接一梭子把摩托艇掀翻 一方面毕竟在人家领海 虽然有联合国授权 但是在人家客厅多少还得收敛点 另外一方面 常在路上跑 跟路过的村子搞好关系还是很重要的 万一把人打死了 这梁子可就结下了 有点像村长给大家开了绿灯 说我跟他们家大人商量好了 小孩在捣乱 你们可以进院子里教训一下 这个情况下 你进去打两个逼都是可以的 要直接把人弄死 那就不合适了 不过武力只能治标 如果渔民活不下去 肯定还得铤而走险 人都快饿死了 谁还在乎你的大棒 所以主要还是胡萝卜 比如跟索马里渔民联合捕鱼 再搞个二次加工 弄成鱼罐头啥的 提高附加值 有钱大家一起挣 渔民有口饭吃 也就不会去当海盗了 双管齐下 2010年之后 索马里海盗就消停多了 2023年的巴以冲突 又让海盗浮出水面 先是老混混索马里海盗 跳了出来 说要攻击以色列商船 为阿拉伯兄弟出头 这次不为求财 大家精神境界有了明显提高 不过渔民们的装备 确实不够看 光凭AK和火箭筒 威胁个渔船勉强够用 碰上以色列这种狠角色 那就没办法了 真正给航道造成伤害的 还是胡塞武装 关于胡塞武装 大家知道两件事就行了 第一 他们的背后是伊朗 第二 他们手里有大杀器 也就是暗箭导弹和无人机 这俩东西部署在岸边 对商船是致命打击 虽然人家说了 只针对以色列 与其他人无关 但是懂行的都知道 胡塞武装经常可要 导弹射到哪儿完全看缘分 能做到打哪儿 指哪儿就不错了 还能指望他们有啥转头 所以几大航运公司 都宣布停止红海航线 大家宁愿从好望角 绕个大圈子 多花点也认了 安全第一 那军舰能对付他们吗 说实话 用处不大 大家最近看新闻 经常能刷到美军 又拦截了多少导弹 击落了多少无人机 看起来占尽上风 其实没那么简单 无人机和岸舰导弹的成本 比起美国的标准拦截导弹 那就是个弟弟 胡塞武装可以敞开了打 美国拦截一次就掉一滴血 天天用大炮打蚊子 这谁受得了 那炮弹不要钱啊 所以美国现在是骑虎难下 消灭胡塞武装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那每天都得躲避岸上飞来的板砖 妥协倒也是个办法 但那就把以色列卖了 没了这颗钉子 以后在中东还砸混 倒是对咱们来说是个好事 红海航线中断 中欧班列开始满载运行了 美国被迫把航母从南海撤出来 开到红海灭火 叫嚣了一整年的菲律宾也消停了 前两天说是要找我们外长聊天 明显是虚了 文莫总结下吧 海盗是伴随海上贸易出现的 大概分两类 第一类本身就是贸易商人 因为国家不支持或者航线不安全 所以自己组织武装 这种商人在初期无规则竞争的阶段 往往以海盗的形式出现 秩序稳定以后 他们就会改邪归正 毕竟大家的目的还是为了求财 如果正经贸易能赚钱 他们也会喜欢细水长流的买卖 比如汪植和德雷克 都是这种海盗 第二类就是贸易路线沿岸的老百姓 如果吃不上交通红利 那就会转化成海盗 他们跟古代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的陆林好汉一样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主打一个我的地盘我做主 这类海盗有个特点 就是国家内部严重散装 没有一个说了算的政府 也好理解 统一政府肯定得要点脸 干坏事也担心国际社会制裁 不太可能明火之杖 散装就不怕了 大家各自为战 你去制裁谁 再赶上背后有大国支持 那打劫起来更理直气壮了 索马里海盗和胡塞武装 都是这个类型 至于海盗的未来 肯定还会长期存在 就跟和平社会 也会存在各种犯罪一样 有海上贸易 就会有海盗 这事也正常 多样性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底色 Bug本身也是对系统的自我完善 您觉得胡塞武装不讲道理 没准巴以冲突就这么被解决了 谁知道呢 不动手 不动手